各位好,我是晚熊哥 晚熊哥的介绍牌组啦 今天玩我们的这个 一样是决斗编年史拿到了新卡 V-HERO 失读者 那这张V-HERO 失读者 一开始觉得没那么好用 但是其实真正有把它拿出来玩之后 发现其实还算不错 但是当然也没有说是非常非常猛的卡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V-HERO 失读者 暗属性等级3 战士族效果怪兽 攻击力900,守备力700 那第一个效果 我方因战斗效果受到伤害时可发动 目的的磁卡被视为永续陷阱卡 以表测表示放置于我方的魔法陷阱区 第二个效果 磁卡被视为永续陷阱卡的场合可于 双方主要阶段 是主要阶段哦 释放我方场上的一张HERO怪兽发动 特殊召唤磁卡 第三个效果 磁卡特殊召唤成功时 这个选择场上的一只怪兽 将其攻击力减半 是攻击力减半 那我不知道各位的想法是怎样 那第一个 因为它要在墓地才可以发效果 所以变成说 你要想办法把它堆墓 第二个就是 它视为永续陷阱卡 那这个永续陷阱卡 要怎么拿来利用会最好 对 那第三个 它必须要释放HERO怪兽 还有特招就可以让对方攻击力减半 那我们的HERO怪兽要选哪一个比较好 那我们的搭配就是这样 我搭配的是利用开天PT 盖亚系统 那这样子盖亚系统的好处就是 可以精准的堆墓 我就可以把尸读者精准的丢到墓地里面 那多出来的开天PT 就给突袭魔女吃掉 对 那也可以 它不是受到伤害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永续陷阱卡吧 也可以变成永续陷阱卡 叫到场上 一样给突袭魔女这个吃掉 炸爆对方 对 那它本身自己也可以搭配假面变身 那我假面变身只有两张 我的暗鬼更惨 我的暗鬼只有一张 对 所以基本上 这个搭配也是OK的 变成暗鬼之后直击对方 对 那这个绝顿小只可以回收墓地的一次 它只有一次 它可以回收 那看你要回收突袭魔女 还是回收它自己就好 那基本上尸读者都会让它在场上 对 那还算蛮好玩的搭配 这个胜率比我想象中的还高 对 那既能选用我们的孤注一只 就可以 这个就算如果没有祭品 也可以让突袭魔女直接登场 炸爆对方 对 好那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回放吧 Sweet 好那再想到我们利希德 好直接盖上去 来一个盖亚盖过去 来盖亚盖过去 直接GG 好那对方一个开天辟地 那吃我一个波纹 其实我觉得我开的不是很好 我应该用开天辟地开了之后 然后把这个适渡者丢幕 然后再受到战斗伤害 我就可以特招到场上 对 但是因为我也还没拿到突袭魔女 来我先下一个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是绝对小子 来受伤后直接特招 上来 不是直接变成永续先典卡 好那我们 我这边很白痴啊 我以为手背力也可以减半 结果手背力不能减半 可惜 好那一个绝对小子 来打过去 对对方一个彼得 除外再特招 好那我的绝对小子回来 好打过去 来对方一个这个分段 来我马上假面变身 Sweet 好那这时候再回到场上 只要受到伤害 就可以回到场上 那为什么我没有打他 好奇怪 我可能头晕了吧 好来直接直击 Sweet 好再打 再秋一点啊 好来神抽 一个突袭魔女 来直接把刚刚变成的 有序先典卡 直接拿来爽用 Sweet 好我们再看下一场 好来这场打我们城之内 听说要出新的世界了 还蛮期待的 有妹子 Sweet 好来对方宇宙智障 好来打过来 一个拍天毕地 直接结束 这个拍天毕地 来把两个试读者丢到目的 好很幸运的拿到盖牙 好来下一个盖牙 来什么都不做 直接盖着 来我现在都遇到这种托牌是怎样 好啊都不要玩啊 现在都不要玩啊 大家都不要玩 没得玩 Sweet 好来一个光盗犬 炸爆我 好来宇宙智障 直接叫出白 哦真红眼 好怪哦 应该通常都不都叫白龙吗 好来一个决断 来决断在这边 他一定傻眼 我想哇靠 没办法打 好来 那我们一个假面变身 直接变出暗鬼 来打过去 Sweet 哇靠爆裂疾风 直接被干爆 好来吃了一个分钟 这时候把尸读者 叫到永续县领区 来直接释放 Sweet 炸爆 打过去 好了 对方一个抽牌赶之下 几怪兽 那一看就知道 他应该是抽那个啦 他87%是抽那个 叫做什么 那个 太古的白痴 结果 果然是太古白痴 好来打过来 你还是要吃我分断 没有耶 他干嘛 他不能打我决断啦 北七 Sweet 好我们再看下一场 好了这场打我们16页 一个复仇死者 好那叫了执行者 好那叫了执行者 好那开天辟地盖两张之后来对他直接爆掉 好来一个复头斯的进化来直接又叫到场上 但是等一下又要爆掉 好来打过来一个吃一个分断 Sweet 好来再打过来 来一个开天辟地 那我们丢下去 等一下因为我们会被受到战斗伤害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只叫到场上了 叫到那个永续陷阱区 好来直接叫过来 Sweet 好直接突袭魔女 突袭魔女打完 直接假面变身 Sweet 只有一辆暗鬼也可以玩啦 爽 好我们再看下一场 好来这场打我们爱德 会不会是假面打假面 好来排组平衡 很有可能 好来改一波 哇靠 银河旋风直接炸爆我 哇靠猛耶 好来直接升招突袭魔女 炸爆 Sweet 哇靠我被炸爆 哇对方一个神射 直接射在我脸上 好 外星人 好来发动 试读者效果 直接特招 好来捡回我的突袭魔女 等一下就直接弄爆她 好哇靠 银河旋风 哇 好那没关系 释放掉 特招到场上 对方攻击力扣斑 哇对方直接深造一个外星人 利用外星人直接 哇靠 坚盾 哇塞 太狠了 好来直接孤注一只 只傻一只 来指到四 来突袭魔女被视为等级 四直接炸爆后台 好来干过去 Sweet 好那再下一波 好直接再给她一个重击 爽一波 好直接赢 Sweet 好了最后一场打我们油城时代 好来 直接改一个 一个雨穴 来没关系 直接假面变身 直接跳出我们的暗鬼 哇靠 直接融合 绝不手软 哇靠 超凡侠 也太烦了吧 哇 4200直接打过来 来 试读者 叫到场上 哇 哇 哇 尴尬 尴尬 来 开天辟地 再丢 也算是绿牌 绿一张盖牙 出来 好来 绝断 没办法打我 Sweet 来对方起机抽牌 抽出强欲之狐 哇靠 一个雨穴又炫掉 哇塞 好来 直接把我拉过去 来 我直接 释放 直接特招 差点让她得逞 好 好来 一个超越灵魂 叫回来 哇 尴尬了尴尬 哦 好险 好险 好险什么 明明就是一张垃圾卡 哇靠 新雨霞愤怒 哇 我觉得她有点亏 她让她有点亏 好来 吃人 幽静 好来 新生宇宙 连接者 来 又叫一个新雨霞 好 又再叫一张新雨霞 哇 哇哇哇哇 好来 分段盖上去 好来 打过来 吃我一个分段 好来 特招 特招到陷阱区 突袭魔女 突袭魔女 公车侠 直接叫出来 来 吃我一个 寺人 又见 好终于来了 来 公车侠 直接上公车 那我们 普袭魔女 也直接 直接升招 好来 猎眼侠 好来 打爆 哇 这场也打太久了吧 哇靠 又要来了 又 公车又来了 公车又来了 好来 试读者 再叫跳上来 哇 这个超北南公车 哇 这打太久了吧 回去 Sweet 哇靠 又是西米霞 愤怒 诶 我这几场 怎么都打那么久啊 好来 孤注一支 直接直到一 Sweet 干爆你 哦 终于赢了 好我们打实战吧 好来 这场打我们海马 好盖了一张 好抽一张 Sweet 来个次元幽静 盖上去 一个失读者 一个开天辟地 再一个分段之壁 哦 对手直接 升招 一个 清兵百叶龙 那清兵百叶龙 不会受到 指定陷阱卡的 指定的魔法 跟陷阱卡的影响 所以我们没办法 对他开次元幽静 对 因为会被无效掉 来对方一个分 Sweet 好没关系 给他干 好 那一个开天辟地 这时候结束阶段打开 好 那我们选三张 希望可以拿到盖牙 然后剩下两张丢下去 好 那抽了一张波纹 那我们先下 等一下让他直接回家 回老家 好 好 来 盖了一张 好 一个粉碎 那 我有点想开分段 因为我如果受到战斗伤害 我就可以 发动目的的效果 那我开分段好了 好 来 分段打开 Sweet 来扣1700 来发动V hero 试读者效果 来叫到场上 绝段哦 哦 绝段我比较可能会拿来 先不要回收 我比较可能会拿来回收一些 直接 那个 来 直接干爆他 回收 例如像是 突袭魔女 或者是墓地的其他决断 也可以拿来回收 好 来 哦 妙龄守护者 又跑回来 这张其实很烦 一直跳来跳去 直接释放掉哦 直接交出 白玲瓏 當兩支祭品 直接叫白玲瓏 來,白玲瓏效果發動 直接把我可以做一個除外 好,他除外到我的... 來,一個控制器 對方真的好慢喔 好,那這時候 一個子龍 讓我發動我這個... 濕毒者的效果 來,發動 那把這個濕毒者 把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 絕對小子釋放掉 然後特招濕毒者 那濕毒者... 怎麼沒有效果 有有有有 濕毒者效果發動 好,我們就可以把他的... 白玲瓏的攻擊力減半 等一下,蓋亞直接戳爆他 喔!白玲瓏直接跳 白玲嗎? 來,白玲瓏來了 哎呀,被幹爆了 粉碎 哎呀,痛啊 來,抽牌 絕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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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們蓋一個分段 好,故意... 讓他吃我波紋 SWEET 好了,粉碎 準備吃我波紋吧你 波紋粉霧罩 SWEET 回去 乖 好爽喔 好爽喔 來,抽牌 突襲魔女 那我們先下一個... 蓋亞 利用蓋亞直接戳爆他 螺旋槍殺 SWEET 喔,下一個拳型具體手 哇哦,要被幹爆了 好,來丟掉手牌 喔,好險不是一龍咆哮 好,來2...被炸爆,沒關係 好,給他打 發動效果 好,突襲魔女回來 喔,不是突襲魔女回來 失... 失...屜毒者回來 等下就直接... 生招突襲魔女 喔喔,有有有有 太棒了,來 開天屁地 來,這樣分段就可以留著了 好,來,把這個... 當作突襲魔女的素材 直接炸爆 但是沒有後台,沒關係 直接幹 SWEET 好,直接收尾,應該贏了 好,來下一個決斷 好,打過去 再叫他做人 SWEET 好了,這個影片拖得有點長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了 我準備去吃炒麵了 SWEET 我是玩熊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並且分享啦 那,各位再見